日本的RAP布超可愛 超小怪 剛剛做了一些滾筒啟動 讓神經操控靈靈一點 現在準備稍微去動一動 熱身一下 熱身完畢啦 天都亮了 今天雨有點少有點緊張 希望等一下不要太熱啊 我們現在要前往台灣帳篷啊 已經拍照 熱身該做的都做了 現在就是去台灣帳篷記錄 然後待會應該就準備 稍微再動一下各自加強熱身 我們到台灣人帳篷了 歡迎歡迎 這是一個專屬台灣人帳篷 國旗就可以進來了 遇到同鄉 嗨 我們來了 我跑完了 好累喔 我的完賽成績 3小時54分 大會4小時08 好累喔 我從30公里後瘋狂抽筋 太熱了啦 抽了10公里 兩腳都騎水泡 好可怕的一次經驗 出馬就讓我這麼印象深刻 難怪這場比賽是那種 關最多人的這個比賽 等一下帶你們去看關門秀 我今天的心得 關店回飯店再講 我們現在在關門現場 超多人的 還剩下20分鐘 還剩下20分鐘 待會這個門 就會被紅色的人 這樣全部關起來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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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所以今天走路都要掰咖走路有點痛 下游泰要慢慢來 因為我那個左腳有點扭到有點太痛了 所以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昨天跑馬的心得好了 因為其實 昨天沒有什麼機會可以 在比賽中錄影 沒帶到手機或相機 所以有點可惜 所以 昨天其實天氣超熱的 大概平均起跑大概就26度 但是很熱很悶 這最有名的 沖繩最有名的酒 好勝 然後 我們起跑之後 因為我們在K區出發 K區是他所有區裡面最後一個 前面有A B C D E F G H I J K 所以我們是第13區 我們前面 總共有兩萬八千多人參賽 我們是最後出發的 其實卡了很久 我們一直往前擠一直往前擠 到完全出發的時候已經過了15分鐘左右 所以我們其實浪費了15分鐘 大會時間是晚了15分鐘的 找到了 最有名的應該就是這個 石原島限定 這個我記得蠻多人來這邊都會買 還有這個黑糖的 因為已經晚了15分鐘 所以前面有一大票人 所以我們一出去的時候其實是一直跑在 人行道或者是一些比較 呃 就是 不是大家跑的路上 像我現在走在這條國際通的 商店街上 昨天這整條道路其實都是賽道 所有人都擠來這裡 但是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超擠 到後來旁邊這兩側本來都是加油的人 後來我們都跑在這裡 就跑在人行道上 雖然一直被那個裁判叫我們回來 但是因為 為了趕速度去追成績嘛 我們跑了 前面大概跑4分20到4分半速吧 就是有點 太快了 因為這一段其實都是緩上坡 給你們看一下 都是上坡 然後這條國際通其實它就是一個 沖繩 的一條 比較 有點像墾丁大街 它就什麼東西都有賣 就是賣一些給觀光客的東西 市場到了 這條市場 還蠻有名的 它裡面就是比較傳統的一些 小吃 蠻酷的 我們待會進去逛一下 因為昨天太累了 吃完慶功宴直接回去睡覺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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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好啦 跑到那個國際通跑出去之後它就繞到比較是山路的感覺 就旁邊比較都是養牛戶啊什麼的 就有點荒郊野外 然後跑到那邊的時候大概十幾公里吧 才開始脫離人群 人比較少 但其實整路上都還是人 然後我們大概跑到了半馬左右的時間 是花了一小時四十分左右到半馬 但因為那全程的前半馬幾乎都在上坡 所以那時候其實非常的累 就是已經有點喘了 心跳也都在三區左右 所以那時候身體已經有點過度疲勞 所以後面我就開始半馬後 我就開始降慢速度到五分數左右 然後就開始比較慢慢的來恢復心跳 讓身體進入一個比較OK的狀態 因為那時候其實很熱 然後也都提前了 在我預定的吃的時間內提前吃的那些補給品 好 終於從剛剛那邊繞出來了 這邊才是比較熱鬧的一條街 然後我之後跑到大概二十到三十 其實是比較痛苦的一階段 因為在降心跳啊什麼的 但是到三十公里左右 我整個腳就大抽筋 那時候大腿內側先抽 一抽筋之後 欸超帥的 金箔冰淇淋 然後那時候一抽筋之後 我整個就是大腿內側一抽 大腿普世頭也抽 然後停下來伸展之後 我的後大腿也抽 所以我整個是變成整腳都在抽筋 那時候兩條腿就蹦直的跟筷子一樣 不會動 就直接這樣 動 不會動 所以我大概有五公里都在 慢慢的放鬆 然後走路 因為 那時候就走走停停啦 一跑就抽筋 但那時候我覺得那一段是最漂亮的 因為那條路 那時候到三十公里左右的時候 是一整條都直線 然後所有的民眾的私補 都蜂擁而上的過來給你吃 所以在三十到三十五公里左右 我吃了超多東西 那時候 然後還好有一個小弟弟超可愛 因為如果你們沒有拿他東西 他其實會很失望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他已經被好幾個人拒絕了 我就拿了 他給我的一包是 應該Seven在賣的 就是那個台灣的那種 威德硬果膠 可是他是BCAA的 就 Aminovito 就是那個小弟弟拿給我 讓我可以馬上的 在一兩公里之後 就緩解抽筋的那個現象 然後後來我看手錶 大概還剩下六七公里 然後我就想說 成績算一下 應該還有機會可以迫事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想辦法 就是稍微的讓他 慢慢的用比較慢的速度跑回去 因為我抽筋完其實整個腳 快抬不起來 然後超級不舒服 我們現在在挑辣油 翻我的導演 買這個 這邊是 這邊的名產吧 石淵島 他指定要這個 但是他們說很辣耶 好吃嗎這個 有吃過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一下 我們這一站來到了波上宮 好像蠻多人會來這裡 稍微閃爍參拜一下 然後旁邊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海灘 待會應該要去海灘走一下 氣球完畢 我們現在在那個 這邊的市場 然後他二樓有點像市東市場 有一堆吃的東西 我們這邊點吃 在這邊吃午餐 跑到後面就是我遇到我的隊友 然後跟我隊友大概剩下七到八公里的時候 左右遇到 因為我追上他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兩個就說好 那不然我們一起走好 因為兩個都抽筋完全跑不動 絕對沒辦法完賽 所以我們一路上就一直跑一直跑 然後互相提醒一下說 欸快點再撐一下撐一下 結果看一下時間 還有機會可以四小時內 所以我們兩個就有點 拚了命的想辦法 要在四小時內回到終點 所以到後面就是一直沿路喝可樂啊 吃補給 所以就很爽的跑完後半程 而且這次的比賽應該是歷年來第三熱的比賽 他最高溫到三十幾度 所以低溫二十六度左右 所以其實比賽也不太好跑 我的出馬 我第一次跑比賽很印象深刻的一次 就我的出馬就讓我這麼印象深刻 這麼艱難這麼硬 然後跑得這麼累 但是日本民眾超級熱情 超開心這次可以來參加這樣的比賽 光眼的神社一直走過來 就會到這個海邊 他們的海好漂亮喔 給你們看一下 就在橋旁邊 然後他的沙子全部都是白色的欸 超美的 他的海還是藍綠色的 玩一下水 玩一下水 看我昨天被曬成這樣 兩成不同 動陣跑船 喔 耶 燙下去游泳啊 都已經來到沖繩了 能不玩水嗎 我的沖繩下辦法結束了 好啦 那如果你把影片看到這邊 代表你有福啦 我們只要在這支影片下方 抽出我的一萬訂閱 慶祝活動 抽出一雙 我穿過一次的 UA未上市的 INFINITY跑鞋 那這雙鞋是27號的尺寸 那如果你想參加這次的抽獎啊 記得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在下方留言說 恭喜Jerry一萬訂閱啦 我們將在10月7號晚上的8點 那我將會在下方留言處抽出一個 跑者 那這個跑者一定要有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分享我這支影片 那這雙鞋就會變成是你的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下支影片見 記得 到下方留言喔 資訊欄也有說明 該如何抽獎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